大大迪的 忠義的 忠義的 他的步伐 讓我的世界 起了大片花 大大迪的 忠義的 忠義的 他的步伐 換上一個家 為他生一個胖娃娃 是不是很美好 聊起不甩低追皮唱的叉 開搶台灣小巨蛋 過去的Gigi現在的Gigi 未來的Gigi都很照顧Gigi 你有什麼話可以鼓勵大家 如何呢 像Gigi一樣這麼能愛Gigi 怎麼照顧Gigi呢Gigi Gigi到底多會保養自己 16號看她出席代言活動 只有知道3月25號 將滿47歲的她 依然鮮都不行 你知道她是很親愛的歌嗎 你喜歡聽她的歌嗎 OK 外國人點歌我們不能拒絕 是她要聽的不是我要聽的 我還好我沒有很想聽 可是原來的朋友想聽 我唱兩句 你對不起大吉他 大大迪的 忠義的 忠義的 他的步伐 讓我的世界 起了大片花 大大迪的 忠義的 忠義的 他的步驟 換上一個家 為了生一個胖娃娃 是不是很美好 要不要再聽啊 沒有了 謝謝 還真的耶 你有沒有錄到 他沒錄到 而日前梁詠祺在香港開唱 敵人梁文莉公開稱讚她好美 背地裡卻批評歌舞邊的差 唱得也差很像在場KTV 梁詠祺對此高EQ表示 我不會受他的評論影響 我認真做完自己的事情 自己力求進步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想要來台灣開場嗎 其實滿想的 很多歌迷有很大的反應 就是說 就是在追問我什麼時候 開一個人超貴的 我覺得隨緣吧 我覺得場地還是 還是大家還是 搶得滿厲害的 所以有在搶小隊長嗎 我們有在就是進行 對 進行這件事情 聽說今年 還不知道 我看臉書有一個好朋友 有說今年要唱嗎 當然希望能夠盡快的發聲 因為剛做完香港的那個演唱會 然後巡迴也會在下半年 開始走動 對 所以當然希望台灣是其中一個目的 這本來是下半年的意思嗎 下半年會 下半年我會開始 差一點就成功了 知道哪些程式嗎 現在談好的 談好的有哪些啊 還沒有 所以不能公布 還不能公布 還沒有公布 你現在這樣離開年 會有那種捨不得的感覺嗎 倒是沒有想到哭 反而覺得有一種 小別盛興奮的感覺 現在最大的煩惱是什麼 現在有 煩惱 叫男朋友 他才八歲 他才八歲 男生喜歡他之類的 不必抽到牽他的手啊 對 這個真的太遠了 沒想到 他喜歡唱歌 然後文歌起舞的那種 我做演唱會之前 他都不太會吹我的歌 後來他自己哼起短髮的旋律 我已剪斷我的花 剪斷了千萬 前一滴不悲哀的分場 好像有點小時候感動 我都不願意 斷腸腸 一層一層 在掙扎 我都不太會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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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太會吹